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賽龍蕭俄賓 平常呢台北馬結束之後 都會有非常多的跑鞋統計 那每次都是捧計100名或是1000名 這次我們就要來河冰訪問大眾跑者們 是不是真的都跟跑鞋統計上面穿的跑鞋一樣吧 Let's go 首先我們遇到了一位熟面孔 馬丁教練 說得NRC的配速員 他最喜歡的Nike鞋款是哪一雙呢 應該現在跑賽事就還是習慣穿 Nike的那雙Next% 第二代那一雙 目前練跑和長距離和Size 應該都還是會以這雙為主 就是他相較於第一代 我覺得他的腳感的 就是整個踩踏的穩定度更好 然後當然他的碳板 還有他的一些材質的使用的關係 對於整個真的跑下來 算真的是有幫助到 呃真是盡責 有一些人會洗成Nike的愛好者 很像邪教徒 馬丁教練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其實每個品牌的愛好者應該都這樣子吧 也不是說他出什麼就是一定是好 但是就是你在挑東西 你 畢竟你對他了解嘛 就是你去挑他們的產品 你也會比較知道如何去下手 你買Nike的東西要錢嗎 要啊 哦要錢 對要錢 蛤原本想要凹一雙耶 原說跑步是最便宜的運動 但是買裝備不就要花很多錢嗎 一開始是真的蠻便宜的 但是如果要追求成績 可能那個錢就要 就要一直點上去 最後馬丁教練 有個買鞋的小叮鈴要給大家 因為是跑鞋嘛 像有些店裡他會把跑步機讓你去試跑 建議還是穿著試跑 因為你跑鞋 你還是要跑起來才知道你穿起來的感覺如何 跟一般走路其實還會有差 接著是這位做甜點的跑友大廚 噢我的第一雙跑鞋 New Balance 它是一雙 For越野跟一般的路兩棲的那種跑鞋 因為畢竟我那個時候是 算是初階的 什麼都不懂的跑者 那所以 我當然是選外觀好看的 那大廚的鞋櫃裡有幾雙跑鞋呢 十幾二十雙吧我想 就是輪流穿 裡面大概以什麼品牌制度 愛迪達 太專業的跑鞋我怕我的肌力 沒有辦法去承受 那我覺得愛迪達的 波斯頓系列是剛好我可以承受的那個 那個款式 穿過這麼多不同品牌的跑鞋 有沒有遇過比較雷 比較不合腳的跑鞋呢 也不能說不合腳 因為我穿過前幾代的啦 UA的 什麼系列有點忘了 剛開始出的晶片的那幾那幾款 不能說不合腳 老師應該是說他偏重 你真的跑長程起來的話 腳非常有感覺 對 非常非常 那後來之後就變成走路鞋了 遇到了女跑友妹姊 也來問問他的第一雙跑鞋吧 第一雙跑鞋啊 美金龍 那你有記得他的型號嗎 沒有沒有記得 那我那時候剛入門也不曉得 就想說美金門也是個大牌子 就想著選擇他 目前鞋固定的跑鞋 都是以什麼品牌之多呢 Nike而已 出去跑不聽那朋友啊 他們就說Nike比較好穿 想說好穿的人來穿看看 穿了就習慣了 可能我的腳吧 寬先 我的腳板比較大 不要寬 比較適合 剛跑完台北馬的他 通常會選擇哪一雙戰靴來參加比賽呢 這個 Nate Percent 就是跑起來就是 也很好跑 就是沒有像吃那個肌力 沒有彈 比較好輕 比較會彈一點 偷偷問一下 接下來有沒有打算入手哪一雙跑鞋呢 愛迪達現在最新出 上次那個台北馬 大家穿那個型號的那一雙 我是想要穿那一雙看看 在旁邊正在熱身的跑友V 還記得自己的第一場賽事嗎 有 我記得第一場是去台中 跑一個去衛星值比較重的 大概10K而已 因為那時候還不會 不知道什麼跑鞋 那時候穿的是一雙Nike 不是拿來跑步的氣墊鞋 對對對 那正式入手的第一雙跑鞋 是哪一雙呢 那個Nike SP 家人推薦的 很輕 跟之前比起來的 會發現它特別的輕 現在的鞋櫃裡 又有幾雙跑鞋呢 現在嘛 可能 8雙吧 因為距離不一樣 場地不一樣 那還要被有時候下雨 也會很想要嘗試 就是新的鞋子出來 或者是有跑友在聊的時候 我就想要試看看 哇 跟女生的包一樣 那V有算過平均一年 會花多少錢在跑步上呢 多少錢在跑步這件事情上 零零種種裝備報名費加起來 應該不少耶 沒有仔細算過 但是 可能有一整年的話 大概10萬塊上下吧 跑友的快樂就是如此樸實無華 呃 我三月要去跑東京嘛 所以10萬可能明年代不值 這位跑友清源 已經跑超過20年了 來問他的第一場賽事 與跑鞋吧 好像是永和河濱的 永漫辦的路跑 應該是美金龍 美金龍拿一雙鞋記得 因為年代太久 那個喜好你也不曉 不過記得那時候有 他們有出一款 叫什麼貓僕的跑鞋 強調跟貓腳掌一樣 後來自己入手的跑鞋 又是什麼呢 就什麼碳板鞋 或者是復古的跑鞋 或者是什麼都有 但是我覺得 比較喜歡用還是愛迪達 愛迪達這種早期的跑鞋 其實我覺得最符合人體工學 就不要太依賴有些奇怪功能 會比較好 就碳板鞋它可以不用抬腳 就可以幫你一直前進 但是如果太依賴那個功能 可能那個小腿很容易累積疲勞 那有沒有遇過 什麼不適合自己的跑鞋呢 體重比較輕 或者是想要跑速比較快 其實不太適合穿 那種支撐型的跑鞋 就像美金龍那個RIDER那個系列 目前下一場就東京嘛 希望大概二五五以內吧 那你到時候會穿哪一雙跑鞋去跑 可能還是Next%一代 Next%一代 如果沒辦法適應那個AlphaFly一代 我就穿Next%一代 就不要太依賴有些奇怪功能 會比較好 接著遇上來參與黑熊保育獻上寶的 Yan與Kyle 我叫Yan然後跑零 沒有跑零 三天 對 很少在跑步 一個禮拜大概跑個一兩次 兩次吧 因為我們有在爬山 然後我在追蹤那個 林美秀老師他們黑熊保育的活動 所以平常其實是以登山為主 登山 騎腳踏車 跑步就是 當勤奈沒辦法坐 但你又必須要運動的時候 你就會稍微跑一下 要維持一下體能這樣 平常練習就只有這雙亞瑟士了 就對亞瑟士有特別的偏好 就是覺得好像還不錯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但是因為我們姿勢量很低 就是跑步相關的姿勢很低 所以單純只是個人喜歡 就可能外型或是那個LOGO 就是好像這個品牌經營的 理念有什麼好像不錯這樣 亞瑟士的品牌理念是什麼 沒有就是感覺 很專門在跑步 我那個時候是健身教練的朋友 他推坑我買那個 那後來跑一陣子後來發現 他的其實支撐性不夠 他跑超過五公里之後 支撐性太差 他其實腳底板到後來會蠻痛的 因為我本身有點扁平組 有扁平組他跑鞋就有局限性 就是會只能選擇某幾個特定的鞋款 針對足弓不足的部分去加強 那那時候在Olet逛逛 逛到後來我會來買 Mike的ZoneFly5 選擇這雙的原因是什麼 便宜 因為他中間的支撐性蠻好的 至少後來被碳板鞋圈粉 因為他真的那個回彈感蠻好的 下一雙要入手的跑鞋 是否已經鎖定好了呢 應該可能就找美金龍 或是亞瑟士的來找 鞋子消耗平等 然後需要的時候再去看就好了 最後這位跑者 他的跑鞋經驗又是如何呢 那時候是看到馬拉松世界的那個 然後想說是在速度上面有些提升 所以換了這雙Shadow 就是這個很吃激力 所以花了好長一段時間適應 後來穿碳板鞋其實我覺得那個 在激力上面的要求更高 亞瑟士的Magic Speed 2 跑起來的滾動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步一步跨出去的那個速度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突襲彩虹橋合併的 跑者街坊 也歡迎大家分享自己最愛的跑鞋 好漢街坊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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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